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际社会高度怀疑的时刻为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提供了理由 他引用了错误的信息声称萨达姆侯赛因秘密藏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他告诉世界机构伊拉克声称他没有此类武器代表了谎言之王 鲍威尔的家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的死讯时说 他已完全接种了疫苗 鲍威尔曾在马里兰州贝塞斯塔的乌尔特里德国家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他的家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了不起且充满爱心的丈夫 父亲和祖父以及一位伟大的美国人 为苹果和其他全球品牌生产智能手机的富士康公司 今天宣布计划以类似的合同模式为汽车品牌生产电动汽车 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台北展示了Model C SUV Model E轿车和Model T巴士三款电动汽车 表示将为中国北美和欧洲以及其他市场的品牌生产汽车和巴士 富士康也被称为鸿海精密工业 富士康表示该公司与意大利设计公司合作开发的旗舰 一型轿车将于2023年推出 这辆车可以容纳五个人 一次充电可以行驶750公里 富士康表示 其第一辆电动巴士Model T一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将少于400公里 除了宾尼法利纳 该公司的客户还包括汽车制造商 菲斯克和台湾的御龙集团 台湾新闻报上周称 其他潜在的客户包括由菲尔特克莱斯勒和标志合并而成的汽车制造商 加州将很快禁止销售新的燃气驱动的吹叶机和割草机 此举只在遏制一类小型发动机的排放量 它每年会产生比乘用车更多的污染 不久前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命令州监管机构禁止销售使用小型越野发动机的新型燃气动力设备 这一广泛的类别包括发电机草坪设备和高压清洗机 加里福尼亚美国废葬协会清洁空气倡导主任维尔巴雷特说 州长纽森签署的这项法律为他向零排放过度的承诺 以及向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健康的肺部提供了切实的努力 该法律由民主党议员马克伯曼起草 是加州减少污染的积极战略的一部分 加州是唯一有权以这种方式管理空气质量的州 这是1970年代联邦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的一部分 其他州无法制定自己的法规 但他们可以选择效仿加州的做法 加州拥有超过1670万台此类的小型发动机 比道路上的乘用车的数量多出约300万台 1990年加州是世界上第一个对这些小型发动机 采用排放标准的政府 也是从那时起 汽车的排放量有了很大的改善 纽森签署的法律还命令 监管机构为人们更换设备提供回扣 那今年早些时候 州预算批准了3000万美元来用于这项工作 以前UCLA东亚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线上活动 庆祝肖毅武侠特藏设立 UCLA图书馆总管馆长出席并讲话 指出UCLA图书馆很高兴收藏肖毅特藏 衷心的感谢肖培环、肖毅先生二儿子 以及肖先生全家的慷慨捐赠 UCLA负责国际研究及全球参与的副校长 杰出的地理学及亚美研究范之芬教授出席 并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UCLA作为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 其使命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UCLA以创造、传播、保护和运用知识为己任 那今天的活动也反映了UCLA的这一使命 UCLA东亚图书馆不仅馆藏丰富 且与南加华美、日美及韩美社区联系密切 为了支持教学和研究 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第一手史料和特藏 肖毅武侠特藏的设立是中国文化和文学 跨国文化遗产、跨学科欣赏、学术和地方独特的完美的结合 东亚图书馆馆长陈素介绍了自2019年5月起 与肖培还就如何保存保护肖毅武侠特藏所做的探讨和协商 UCLA校友肖培还谈起了自己如何在父亲的武侠小说的环绕中出生、长大 武侠小说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深刻 武侠文学可追溯到7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电影 90年代的成龙功夫电影 并促使了华人电影人来到好莱坞作为动作片的编导等 如同那些在英文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大师们一样 肖毅、君庸、古龙等武侠小说作家们 在世界华人文学有着同样的巨大影响 现在金庸的小说开始被翻译成 英文就是最好的证明 追逐梦想、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ICTnews.com 我是乐乐 关注城市卫视每天和您相班